大家好,我是霍文强 今天本来要和大家说有关于哈萨斯坦 不过月体的情况越心惊 具体的情况留下星期三才和大家详细分析 今天就和香港的防疫问题 最近无论是国泰基组人员违反防疫守则 搞到大爆发之外 被港市称为洪门宴的洪维民生日派对搞出 派出确诊事件 当中的很多关键看法也有偏差 其一,站在防疫的角度,论重要性 国泰事件的确远比洪门宴来得重要 但关键不是防疫有什么漏洞 其二,洪门宴潜在透露的问题 也远远比较缺乏政治敏感 或违反防疫守则 有更深层次的麻烦 国泰事件中因为有机组人员不守规则 导致社区爆发 结果防疫措施要被迫收紧 结果全香港市民都受虑 国泰反了中路 当然是救由自取 而政府的防疫漏洞也被口珠笔伐 但问题是否真的出在防疫方法上呢? 去年12月8日 BBC贊文用 深陷永久隔离的国泰基组人员 来批评香港的防疫工作 当时香港政府回应 防疫安全和商业运作 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当然 这种过于严苛的看法 将欧美媒体出现立场偏颇作出的质疑 但也反映出 香港对于机组人员的防疫安排 其实也不能算松懈 香港再有一个进步的社会 影响日常生活的防疫措施 无论是因为工作需要而往返的乘务员 又或者是检疫中心的管控上 的确应是宜宽不宜近的 总不能经常惯性的好人当策畔 因为这样才能令懂得自律守规则的人 得到充分的尊重 但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同一时间我们也要确保 如何规则得到充分的重视 而这就是教育过程的关键 好像香港最终疫情爆发 到底错不出在哪里? 重心的地方主要的问题不是防疫的方法 而是没有相应严格的罚则来配合 正因为我们要违反或打破这些守则 其实很容易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考虑 如何才能令这些守则 避免这些守则被蔑视 而方法就是必须要有更严厉的惩罚 具备足够的阻吓性来控制 所以严厉的就是 可能是一个可以令人倾家荡产的罚款 再加上具备足够阻吓性够长的监禁刑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这些乘务员可能有意图想要违反守则的时候 当然他也要再三想清楚 到底这个代价是否他能够付得起的 当然罚款5000元 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现实来说 中国人2000多年前已经充分明白这种情况 当一些规矩很容易被打破的时候 但他制造出来的后遗症可能非常严重 就必须要用格外严厉的惩罚来控制 好像孔子对于商朝时候的法律 弃灰断其手 即是说很随意地撒灰都要斩手 这样的严刑都表示理解的原因 就是因为人很容易做了违反这些守则行为 但衍生后遗症可以非常惡劣 这种对于小罪行来用严厉的惩罚 正好就符合防疫工作上的需要 这个世代 反正事情政治化一定不会有好结果 防疫也不例外 所以洪门宴事件背后 有一些地方更加深入大家的心思 如果从单纯防疫角度 这件事并不严重的 过程中当然我们肯定会发现有人违反了防疫的守则 如果有充分证据应该予以检控 同时有一个比较值得关心的地方 餐厅理论上要向客人提出一些劝阻 但事实上很难做到 毕竟顾客至上 所以同样地对于违反这些 餐厅防疫守则的 这些罚则也一定令到餐厅有足够的动力和说法 来劝阻客人 怎样令到餐厅服则的守则 同样需要有足够的大经济损失 新加坡的做法亦可效法 很简单 如果有违反防疫守则的话 可能最少要导致停业两个星期 亦等同餐厅蒙受的损失 会与它的规模的计大直接挂勾 所以相对地是更合理的罚则 但这次洪门宴的严重地方在政治层面 参与聚会的官员和议员 当然表现出对政治环境不够敏感 虽然官员和议员不单只是公众人物 还在公众人物中最避受关注的行为表现 所以必须要符合最高标准 不过很奇怪 有不少因为这样要坐21日疫监的参与者 还说不怪红维敏 我觉得他因此要怪 因为很直接来说 他可以算是罪魁祸首 香港在社区防疫措施已不算是极度严格 但在早期疫情不严重时 大家对于大规模的聚会都非常谨慎 现在还有新的变种病毒 在欧美已经搞得风声喝泪 在这样的环境下 还采取一些轻忽的行为 继续在空间有限的地方 搞个百多人的聚会 这种行为其实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事件中还牵涉二十几个 刚刚准备上任的立法会议员 这次可以说一个突击测验 不过只可惜结果就是肥了老 虹门宴最重要的启示 第二就是香港政圈里的漏集 以往在政坛上常提及 建制派和反对派 虽然在议会中针锋相对 但私底下关系良好 有解谈 这种心态似乎延续到新一届的立法会里 不过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作为政界中人 我觉得必须考虑自己的身份和职务 好朋友有解谈 对于选委、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之间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种关系对于政务工作 对于进行决议选择的时候 有多大影响呢? 普罗市民看到这种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时候 会有什么看法呢? 市民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 对这些政界中人来说 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问题的答案也很明确 正如如叶刘淑仪 她也一针见血地说过 这么多时间应酬 不如回去看看文件吧 我是方永强 谢谢大家收听声电视快评